好,继续代码演示 根据之前画的UML类图的例子 我们来演示一个代码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还是在以前的代码的基础上 我们把之前的先干掉 好,根据PPT的写法 我们来演示 class adapt it 这个里面我们不需要什么属性 我们直接写这个 specific request 好,这儿呢我们返回一个叫 德国标准插头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target 它这里面需要定一个 constructor,需要定一个属性 就是list.adapt it 分成new 这个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需要被转换的拿到 然后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方法 叫request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进行一个转换 我们先获取到 这个this.adapt it.specific request 就是先把它的信息回到 然后我们进行一步转换 只是演示而已 内容比较简单 转换器 然后最终是中国标准插头 然后再来一个测试 let target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使用这个 我们就不能使用这个adapt it 因为它是不适用的 是吧 德国别转换 我们是不能用的 然后 target.request 我们执行这个request 就ok了 加一个打印吧 results 它返回的是这么一个子物串 对吧 那我们就打印一下 好 保存 看一下 好 大家看 德国别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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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明这个已经转换成功了 谢谢大家